那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除了放弃数位的人权是一种权利 我观众有另外一段看是不是也可以有抵抗数位危害的权利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子 好比像说像大家都可以就是喝咖啡 或者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好像也可以喝酒 虽然我很少喝 但是就是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那喝了酒还去开车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所以我想在整个社会里面 对于它造成公共危害的有成瘾性质的物品 实际上是已经有一个social norm在这边的 基本上就是你不要造成公众危害的话 那你对它成瘾up to a degree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造成公众危害那就是超过这个degree了 如果被发现的话 好比像说现在在我们的法令里面是 就是车子要上酒精锁嘛 而且费用你要自己出 那然后之后就是要开车的时候 要先对机器证明说你没有喝酒 那不然的话车子根本就不让你发动 因为喝酒是你的事 但开车是别人的事情了 那所以就是就喝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但是就是在这个数位危害上面 我想成瘾性应该很少有人会反对 因为手机荧幕就是一直滑动 它会让你的大脑觉得说 就是你的患直 就是好像是你的就是器官的延伸 就是手的延伸了 那所以硬要就是把它就是关掉啊 或者是硬要把它转身飞行模式啊 很多人会有阶段症状就是手会抖 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在演讲的一开始都是一定要赶快 帮大家找一些可以按赞的东西哦 因为我了解说 不然的话到底20分钟呢 大家注意就会被吸回那些可以按赞的地方了 所以我应该要创造一个你按赞 就是立刻就可以看到叫做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立刻就可以感觉满爽的 因为你按赞的那个问题往上扶了哦 那如果跑去Instagram 或其他的有成因性质的空间的话 你还要等比较久 所以就是因为Slide 我让大家就是比较快可以满足 所以我让大家的注意力多多少少还是停留在这边一点点 那这个是海童不得不然的一个因应的一个做法 那也是我在行使就是对于Instagram 抢大家注意力的抵抗权嘛 所以一部分它有这种自立究竟的这个成分 就是每一个要在互动空间里面 不要被这些数位成因的东西抢走大家注意的 都要想办法去做 我们现在叫做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它的比喻就好像是一个公立的图书馆 那versus 好比像说刚刚说有成因物质嘛 所以就是大家常常在那边拍桌子 这个就是或者甚至卷袖子的那种酒店 酒吧这样子 所以当然两个都是合法的经营的装置 我们当然是没有说哪个合法哪个不合法 但是毕竟就是在喝酒的地方的一些行为 你是不会带到公立图书馆里面来做的 也不会带到就是我们的 这边是美术馆嘛 来做的 那或者是我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在就是当代文化实验场来做 所以每个地方有它的不同的norm 那像slido上面的norm就绝对不会是就是殖民道性的去彼此人身攻击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匿名的哦 匿名的话知名道性 那而且你根本没有回应的按钮可以按 你只能按赞而已 所以这边也吵不起来 这是一个几乎吵不起来的空间 是比较类似像是读书馆或美术馆 而比较不像是大家拍桌子的那种酒吧的那种空间 但是在网络上现在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像就是大家拍桌子的酒吧那种空间的人气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这些public infrastructure的人气是没有那么高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研究都是在 比方说像join平台 我们一直都在就是像很多的先进国家 比方说冰岛学习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让大家在按提点词的时候 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让大家眼睛一亮的很多好的主意 好比像说极客实施大学高中远端教学 开放医疗用大吗 OK好吧 那或者是劳动节应该放下一天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好我们来看开放医疗用大吗 那当然卫福部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说明跟解释 那我想要引导大家看的就是赞成论点跟其他的想法 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public infrastructure的时候 是非常有意识的不把赞成跟其他想法的这个bar 做比例式的设定 不然的话这边应该要全部都是绿的 然后红色只剩一个小点点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设计 虽然intuitively直觉上你会想到这样的事情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双方去冲那个票数嘛 去怕人头嘛 我们希望让一些对头没帮助的事情 在这个上面是大家不要花力气去做的 那同样的就是好这边有个论点 说这个禁酒令啊以及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另外一边也有不同的论点等等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吵不起来 为什么吵不起来呢 因为同样的没有一个回复的按钮可以按 你唯一看到一个你不高兴的论点的解决方案 是他去他的对面去留言 然后去胡碰一半把那个留言推上来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你还是没有办法像在其他的 就是比较像就是拍桌子的酒吧那样 吵成一团嘛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还是可以去汇聚人气 这个是蛮有人气的一个平台哦 那就是一直会有就是5000个以上 然后不会必须要具体回应的一些概念进来 那但是这个在保障参与权的同时 那也保障了就是一个Civil Discourse 就是大家比较不要拍桌子的那样子 平心静气就是认识这样子的一种权利 所以这个是一种积极的抵抗 就是不是只是禁用掉什么东西 而是说那大家的精力花在这边的话会比较好 那希望有稍微回答到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